陳偉業議員 主席我想解釋為何在現階段提議這個擴大輸入外勞是一個荒謬絕倫和一個純粹是利益傾斜的做法是傾斜僱主傾斜的大財團的一個階級取向的做法 你看看數字 主席 香港經濟的發展在過去十多二十年是不斷增長和有顯著的成果 如果你看看國民生產總值二千年的時候是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五億元 去到二零一三年的時候是去到二萬四千一百四千二萬零四百一十九億 增幅是百分之六十四點八 但是香港就業人士的收入的中位數呢 在二千年的時候只有一萬元 而去到二零一三年的時候呢 是上升到一萬三千元呢 那個升幅只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看到 全社會的國民生產總值上升了六成幾 但是這個就業人的中位數的增加只有三成 你再看那個在職貧窮 你再看那些低收入人士的升幅呢 當然有了這個最低工資之後呢 就略為好了些少 但是整體那個得益呢 如果你看回整個經濟所謂那個的 就是大家那個的餅是大了 但是勞動人口那個得益 比例上相對地是少的 那所以在整體的經濟得益方面 在基於政府的政策的偏頗 基於整個制度的偏頗呢 是令到勞動人口 勞動人民的得益相對地是這個的 較為薄弱 所以勞動人民 香港的勞動人民 現階段的生活的壓力 生活的苦楚 除了通脹 除了這個的租金等等的上升呢 是令到市民 特別是低收入人士的 經濟上的壓力呢 是不斷增加 你單單看回這個的 貧窮人口的數字 2000年的時候 01年的時候 是117萬 到這個13年的時候呢 是上升到這個129萬 都是一個顯示的增幅 就是說你的經濟整體有得益 有增長 但是那個的貧窮人口 也都是這個的上升的 那所以 你整體的制度不改善 整體的稅制 和整體的社會福利政策 和那個公共政策 不改善的時候 就單然 單然 這個謀言 說要這個擴大輸入外勞呢 這個絕對是一個剝奪 香港勞動人 勞動階層的利益 一個荒謬的做法 這個是變相呢 對香港的勞工階層呢 進一步進行的剝削 和打壓 所以香港的勞工 應該要團結起來 反對任何政黨 任何政府 任何團體 提出這件事 因為過去香港勞工沒有什麼 談判力的 連這個罷工的權力 都被民建聯 工聯會支持的情況之下 就是最後都取消了 是吧 97的時候有的 是吧 回歸之後呢 就被這個工聯會 有份毀滅 香港這個 市民的集體談判 和某方面的罷工的權力 主席我想指出 另一點的荒謬就是 在現時香港整體 沒有人口政策 和沒有這個 所謂工業政策 經濟整體政策的情況之下 沒有一個長遠的政策 就單方面說 輸入外勞也是荒謬的 世界很多的地方 是利用這個 入口的控制權 來調整這個勞工的需求 譬如某些國家 他的護士不夠的 他就透過這個移民的入口 移民的數字 來調整那個 就是護士的不足 但是香港沒有的 香港那個所謂移民的入口 每天的150個 就被共產黨操控了 用來種票 用來他們自己的權貴 的子侄 自己的親朋戚友 來香港 透過香港 可能再移民外國 用了那150個 而那150個 跟香港政府自己本身的經濟發展 和就業需求 是完全沒有一個配套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荒謬絕倫的安排 如果政府拿回這個入口 入境的審批權 絕對可以透過每天150個的入境 而可以調整這個勞動人口的需求 那麼我們看回 在這個七八十年代 當年移民下來香港 利用每天150個那個 大部分都是這個基層 或者是這個勞動的 就是較為知識水平 學業水平較低的 就是內地人民 所以來到之後 大部分都是從事這個勞動的 就是半技術 或者是技術性的勞工的工作 但是最近這幾年 我們看到出現一個大的變數 就是150個入境那些 很多是五六十歲的 中老年的人士 這個傾向 不知道是不是中票方面 以前來的年輕人 他們改變了思想 就不跟共產黨投票 現在就大量輸入 這個五六十歲那些 他夠七年就可以投票 這個可能是中票一種的做法 但是這個做法 是令到香港的社會福利 醫療的壓力大幅增加 和減低了那個勞動人口 就是那個的發展 那麼這個做法 對整體香港的經濟不但無力 反為基於大部分下來的 不少下來的是五六十歲的 導致到這個社會福利 醫療方面的壓力大幅增加 是影響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 和影響這個醫療服務 我聽到很多社工是叫了救命的 為了這些人士的家庭的問題 要調遷 要申請中緩 要家戶等等 是這個極為苦楚 所以我是支持這個 反對擴大輸入外勞 那些人 我們會先排氣 我們會先排氣 如果我們會先排氣